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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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黄奴 最见的小明是隋阳帝的祖父阳中 所姓就叫奴奴 其实奴在古代字意很广泛 放在小明里更多的是一种溺爱之意 所以唐高宗李治小明竟然叫治奴小野鸡 还有李林福小明哥奴小哥哥 白居易的弟弟小明叫金刚奴 后唐闽帝李从后小明菩萨奴 辽圣宗耶律龙旭小明文书奴 他弟弟耶律龙庆小明普钱奴 最浪漫的是李白给女儿娶小明为明月奴 三是为纪念小孩 出生是一些有特殊意义的事件 比如南朝宋五弟刘玉 小明济奴 只因他出生时 母亲因男产去世 父亲又请不起保母奶妈 所以只能将其寄养给姨母 刘玉姨抱着这恶的哇哇大哭的小外甥 心里也发了愁 因为他奶水不够 刘玉和自己那还不满一岁的儿子刘怀靖都要喝奶 他必须要有所取舍 最终他决定断掉儿子的奶 先把刘玉养活 他绝不能让他的王姐在地下也不放心 这个刚出生就没了娘 而被寄养的小可怜 小明就叫纪奴吧 这正是斜养草术 寻常相末 人道纪奴曾住 这小明还真充满了烟火气 而刘玉又给他儿子送文帝刘玉龙取小明车儿 可见这儿子应是在车上生的 最后说说曹操的小明 阿蛮 蛮就是七蛮 阿蛮就是小骗子 意思说曹操小时候很叛逆 喜欢说谎 瞒着大人出去玩 不肯读书 还有次为了骗过叔父 竟然假装中风 当然曹操后来学好了 还成了大诗人 大文豪 大英雄 以至于后世连唐玉宗李龙基都因崇拜他 而给自己取了个小名叫李阿蛮 不过这阿蛮两个字毕竟不好听 所以只有曹操家中的长辈才能这么叫 别人叫纳 可是犯了大忌 比如曹操的老友 许优帮曹操 打赢了关渡之战 于是鞠躬自傲 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 叫曹操小明阿蛮 结果最后被曹操随便找个由头给杀了